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这个订婚之约就是为了他的高阳的婚宴 就是结婚的那一天来预演 来彩排的 所以我们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预备教恩教会 预备教恩教会迈进这个末日新妇的这个行列 神是怎么样子来带领我们的呢 首先就是透过一个订婚的一个仪式 他在我们当中 他说用这个订婚仪式来召聚他的新妇 跟他来一同作息 然后呢 神又是透过过去几年 透过这个新妇的信息来带领我们 这个新妇的典礼 订婚的典礼是一个开始 然后神就在过去几年不断地 把新妇的信息向我们揭开 那么这个新妇的信息有一个甘领 你只要抓住了这个甘领 你就可以把所有这几年的新妇的信息 都可以揭开 这个甘领是什么呢 就是以福所书第五章三十二节 揭开这极大的奥秘 揭开这极大的奥秘 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 这个是这个 新妇的信息的总干 总干领 把这个极大的奥秘 给揭开 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是一个新兰跟新妇的一个关系 这个极大的奥秘呢 它又包含了三重的奥秘 大家知道这个甘领 现在又展开了 极大的奥秘是这个甘领 这个极大的奥秘里面又包含了三个奥秘 就是三重的奥秘 这三重的奥秘当中呢 有两重是在这个 耶稣设立这个圣餐 最后的晚餐里面包含的 有两重 所以呢 我们刚才读到了这个经文 神透过这个经文 解开两重的奥秘 当然还有第三重 把这三重都解开了 你就知道这个极大的奥秘是什么了 刚才我们都读了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的第二十五节 这杯是用我的血 跟你们所立的新约 这个叫做保血立约的奥秘 保血立约的奥秘 为什么保血立约是个奥秘呢 因为我们过去理解 保血就是洗净人的罪 赦免人的罪 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保血就代表死 把血清脑就代表死 他跟耶稣定十字教 跟耶稣的死是同样的意思 耶稣的死有什么功效呢 我们过去知道 耶稣的死解决罪的问题 他承担了罪的刑罚 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 可以除掉我们的罪 也就是保血 洁净人的罪 可以赦免人的罪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这不叫奥秘 这已经揭开了 但是保血立约的奥秘 是没有揭开的 就是说 耶稣留出他的保血 除了解决罪的问题以外 他还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 这个新约的本质是一个婚约 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你要了解保血立约的奥秘 你要跟这个旧约 他的设立旧约 要跟他联系起来 因为这个新约是对旧约的一个更新 我们知道 这个旧约是什么时候定的呢 旧约就是从出埃及到西来山 整个的这个过程定的 所以你要了解旧约 你要从出埃及到西来山 整个的这个旧约的定律 最后的完成是在西来山 这个西来山上面 我们看到有订婚的仪式 有血 有献祭 有洒血 有立约 还有这个一起吃饭 跟神定约 立约的仪式 还有这个立约的条款 就是这个律法 在这个西来山赐效这个律法 作为这个约的条款 那么我们就对应看到 这一个旧约的预表 就是预表新约基督的旧恩 所以我们要了解基督的旧恩 首先需要从这个逾越节到五旬节 来了解 因为它正好是由旧约 从出埃及到西来山所预表的 就是从逾越节到五旬节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在逾越节的前夕 主持人的最后的晚餐 这里面告诉我们是新约的一个开始 开始 但是这个新约的正式生效 是在五旬节 是在五旬节 它就是说 这个新约的这个成就 是在最后的晚餐开始的 但是这五旬节才最后的 就是生效 正式的生效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在最后的晚餐 一切都还是一个预表 丙也是个预表 杯也是个预表 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上十字架 还没有复活 圣灵还没有建下来 所以呢 那是一个开始 开始了以后 耶稣就上了十字架 流出了他的保血 掰开了他的身体 被埋葬 然后第三天复活 然后自消圣灵 为什么这个新约跟圣灵 有那么大的关系呢 大家要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新约跟圣灵 有那么大的关系 你要学会问问题 然后呢 在圣经里面找答案 这个是一个功夫来的 所以呢 你要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圣灵在新约里面 那么重要 你要问这个问题 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 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新约的一个要素 是要把律法写在新板上 一个要素 怎么样可以把律法写在新板上呢 是透过圣灵 所以新约跟旧约的一大不同 就是旧约的这个律法的 这个约的条款 是这个写在石板上的 但是呢 在新约呢 这个约的条款 是写在新板上的 所以旧约跟新约的不同 不是说旧约是律法 新约没有律法 新约就是恩典 完全错了 旧约也是有恩典 有律法 新约也是同样的 有恩典有真理 耶稣的话就是真理 就是律法 那么旧约跟新约有什么不同呢 恩典 你看旧约有恩典 第一 出埃及就是恩典 以色列人怎么可以出埃及的 他是奴隶 他没有一个军队 埃及那么强的法老的军队 他怎么可以脱离埃及呢 那完全是神的恩典嘛 对不对 在旷野的里面 以色列人享受 不断地享受神的恩典 然后神还把他代教 英曲之地 迦南 美帝 全部都是恩典 旧约没有恩典 这是对旧约的误解 旧约有律法 律法是立约的条款 所以在新约里面有真理 就是耶稣的话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教训他们 征守 我就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新约的 这个约的话语 这是立约的话语 你要知道吗 有约就是表示 双方可以在一起 但是这是有条件的 你要征守神的话 但是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同呢 为什么圣灵 为什么那么重要 五旬节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没有圣灵 没有五旬节 律法还是律法 写在这个书上面 你去读读读 理解的还在头脑里面 你行不出来 跟旧约是一样的困难 所以他才需要五旬节 需要圣灵 当然我们就不重复这个信息了 这一个是圣灵的 这一个话语的二十五节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二十三节到三十节 他的二十五节 这杯是用我的血 跟你们立的新约 这里面的意义非常地丰富 叫做保血立约的奥秘 然后二十六节 第二个奥秘是在第二十六节 就是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 然后是什么 只等到他来 等候他来 这就是基督再来的奥秘 基督再来的奥秘 为什么基督再来是个奥秘呢 因为教会已经忘记基督再来了 基督来什么 根本就不想基督再来 没有等候基督再来 没有等候基督再来 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自己是谁 失掉了自己的身份以后 就所谓世界的影响 随不走流 世界上所有的潮流 都可以吸引我们的心 因为你已经不知道你是谁了 只有一个等候基督再来的心腹 他才知道他是谁 他才可以抵抗这个世界的诱惑 凡是不了解自己的身份的人 都不可能能够抵抗这个世界的诱惑 成为得胜者 所以等候基督的再来 等候他再来干什么 恶人成为一体 等候他再来 恶人成为一体 耶稣的保血利约是一个订婚之约 结婚要等到他第二次再来 才可以恶人成为一体 这个是第二个方面 奥秘的第二个方面 所以你看 你要知道这个奥秘 他就是有三个奥秘 第一个就是保血利约的奥秘 保血利约 它是代表 主耶稣的死的救赎的功效 不只是解决罪的问题 而且是解决 建立了神跟人之间的约 更新了这一个旧约 让我们活在约里面 活在约里面这一件事情 比你得救没有得救还要更进一步 教会不知道这个约 所以这关系我得救没有得救 因为得救就拿到一张门票 这是完全错误的 得救就是进到约里面 要活在约里面 要把约的这个实质给活现出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保血利约的真理 我们还需要了解 基督再来的真理 等候他再来 每一次守圣餐 都是一个预言 一个预表 要等候他的再来 怎么等候呢 第一 我们要预备等你的油 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 要预备等你的油 你不是在那里等 在那里等 那个油还是空的 还在那里等 那就是愚主的童女 你在沉睡 不是在等候 你要等候 就是预备等你的油 另外 最重要的 你要预备爱主的心 火热爱主的心 专一爱主的心 心腹 之所以成为心腹 它就是因为有一颗 火热爱主的心 没有火热爱主的心 不能叫做心腹 所以你要预备 你要问问自己 有没有火热爱主的心 有没有专一爱主的心 你发现你没有 那么你就要预备 你知道吗 所以等候他再来 那么呢 为了预备我们心腹 所以神在这一次的特会里面 就特别地拆遣 基友 Shalom来到我们的当中 在这个心腹的特会上面 来给我们释放 这个心腹的信息 这个是神特别 对教恩教会 所释放的信息 专门供应教恩教会的需要 所以我们要来回顾 整洁 一下这个 Jill Shannon 他的三篇的信息 Jill Shannon 他在我们当中 分享了三篇的信息 每篇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管是要听一下 就忘记了 不知道讲了什么 过一阵子 我们乃是要吸收 吸收他的信息 结出果实来 忍耐着结实 所以呢 你要怎么可以 吸收他的信息呢 你就是要 第一 就是你要理解 因为如果你不理解 一周你就忘记了 不知道在讲什么 在讲什么 不知道了 就忘记了 就漏掉了 所以你怎么可以 不忘记呢 理解 非常的重要 你理解了 就不容易忘记了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理解了 就不容易忘记了吗 因为 这个信息 在你的脑细胞里面 起到了化学作用 它就成为一个永久的记忆 留在你的脑子里面了 细胞里面了 但是如果没有理解呢 它没有化学反应 它一下子就恢复原传 就没有了 就忘记了 等于没有 它只有理解了以后 它就在你的脑细胞里面 起到了一个化学作用 就留在记忆的里面 留在记忆的里面 随时可以把它 知取出来 就可以把它活出来 所以理解是第一步 理解不是最后一步 但是它是第一步 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要来看 回顾一下 它第一篇 简的信息是什么呢 你要给它 给它起个名字 就像这个心腹的信息 是什么呢 你要给它起个名字 这个名字很简旧的 它要像一个鱼网的一个杆 你简这个名字的时候 它可以把所有的木 都带出来 那就你写对了 如果你起个木 作为它的名字 你就只能够回忆起那一点 所以起名字 是非常简旧的 你起个名字 一定站在干领性的位置 你简这个名字 把所有的木 都可以回顾起来 要起个这样的名字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训练 其实你每一篇信息 你要给它取个名字 那么旧的信息呢 我给它取个名字 唤醒心腹的爱 唤醒心腹的爱 起这个名字 所以呢 这一个 它讲到圣经里面 第一次讲到神人之爱 是在什么地方 这里有一个读经的原则 就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你要知道它的意思 你一定要找到它第一次 是什么意思 这样子的话 这个概念的本质 就被你抓住了 而且是很简单的 是最Biblical 就是最圣经的 所以你要在圣经里面 讲到那个词的 第一次的地方 去找到那个词的意义 你就可以把握那个词的意义 这是一个圣经读经的原则 所以你要讲到神人之爱 心腹对心腹的爱 你就要问圣经里面 第一次讲到神人之爱 是什么地方 圣经里面讲爱 是在什么地方 第一次 大家知道吗 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爱 这个字是在哪里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以前提过的 就是在《川世纪》的22章 那里面讲到 这个亚伯罗汉爱他的儿子 以少 是你所爱的 以少 把他献在祭堂上 你所爱的以少 把他献在祭堂上 那是第一次出现这个爱字 但是那个爱 还是讲到的 这个 直接讲到的就是 亚伯罗汉爱他的儿子 以少 这还不算是神人之爱 所以圣经里面 直接讲到神人之爱 是在这个 出埃及记20章6节 出埃及记20章6节 我们来看这个 出埃及记20章6节 我们一起来读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发持爱 直到千代 这就是爱的定义 这是爱神的定义 爱神的第一次出现 就在这里 所以你要知道 什么叫做爱神 怎么样爱神 你一定要知道 回到这个经文 这是基尔 他首先跟我们 点出这一个经文 这个经文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爱神呢 什么叫做爱神 爱神 就是要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要爱神 这很简单的定义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一个定义 是否一直贯权 整本圣经 我们来看 翻到后面的 下一节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的 14章3节的经文 我们来读15节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看下一节 我要求父 不是不是 是21节 21节 你把它打到 往上面提到21节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并且要向他显现 你看他这里面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这个爱 主的定义 就是遵守主的命令 跟第15节是一样的 看23节 看23节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这里面 就告诉我们一个 爱的定义 就是爱就是要 遵守神的话 要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神 这是贯权整本圣经的 这个定义非常的重要 而且它还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爱 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第一步 你是要领受神的爱 你怎么领受神的爱呢 就是在你的救恩的里面 领受神的爱 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 什么使你成为基督徒的呢 因为你领受到基督的救恩 所以这个救恩之爱 是你第一步 没有领受救恩之爱 你不可能知道什么叫爱 但是 不是就到这里就完了 神恩之爱 不是说你领受到救恩之爱 就完了 所以第二个环节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环节是领受救恩之爱 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 领受救恩之爱 在宽野里面 经常地经历神迹 其实都是神的爱 他把它带到 应许之地都是神的爱 我们领受耶稣的救恩赦罪 成为神的儿女 就是 这都是神的爱 你要领受救恩之爱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你要爱神 你如果你要爱神 那么第三步 你就会神 你就会领受更多更多神的爱 这是一个循环来的 这是一个循环 你领受到神的爱更多 你就更加愿意爱神 征受神的诫命 那么你就又领受更多神的爱 所以这个爱是一个螺旋式的循环 但是非常可惜 这个最可惜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循环不起来 或者是负循环 或者是停止了 不能循环 这个爱必须要正循环 螺旋式的循环 就是你领受了神的爱 你就要爱神 你爱了神以后 你就领受更多神的爱 你领受更多神的爱以后 你就更加爱神 然后你就更多的领受神的爱 这就是这个叫做良性循环 最可怕的就是 在一个环节里面堵住了 这个循环就循环不了了 很多的陷阱 比如说你领受了神的爱 就没有了 不知道怎么样去爱神 就等着来了 啊 等等等等等 就像什么 手居带透 他第一次坐在那里 得到了这个透子 然后他就天天等在那里 抓透子 一辈子都没有 没有透子了 第二步是你要爱神 然后神就领受更多神的爱 他循环就循环起来了 你看这就是回到第一节 二十章 出埃及二十章 第六节 爱我 受我诫明的 我必须向他们施慈爱 直到前代 就是一个循环 这是一个循环 所以我们了解了 什么叫做爱神 就是要守神的诫命 这个可不容易啊 你不要讲 这句话不简单 爱神就是守神的诫命 我告诉你 这句话一点都不简单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领受 你回顾一下 人类的历史 几千年的历史 犹太人 他领受了这个诫命 是在宽野里面 出埃及记 在西来山 就领受了这个神的话 爱神 但是他们 一千多年 都没有学好这个功课 一千多年 头一千多年 犹太人 他没有学好这个爱神的功课 他们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 他们把爱神理解为献祭 他们把爱神理解为献祭 所以犹太人天天献祭 从他们进了这个 这个江南 他们天天献祭 圣殿的 进了圣殿以后 更加天天献祭 而献祭是不断的 他们把爱神等同于献祭 但是 神给他们的许多的诫命 比如说十诫 他们都不听 不要拜偶像 要爱人 他们都不听 要公平 不要贪心 他们都不听 要孝敬父母 他们都不听 他们只抓住了 爱神等于献祭 他们以为可以毁落神 他们以为献祭 献祭得越多 他们就毁落了神 所以他们犯了罪 神可以死而不见 他们错了 所以呢 你就知道 为什么神透过 沙默尔 上十五章 二十二节 讲出一个真理来了 这个真理是学了一千年 学了一千年 一直到圣殿被毁 王国 成了王国炉 被炉到外邦 他们才学了这一个功课 就是沙默尔记十五章 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所讲的 耶和华喜悦 方记和平安记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养的自由 这一句话学了一千年 而且结果是什么 王国 被炉 惨痛的教训 才学了这一个功课 然后被炉以后 以色列人从这个功课里面学到了 不能管靠献祭 而且他也献不了祭了 没有圣殿都没有献什么祭呢 他学了这个功课 他就立志要征行律法 这就是犹太教的背景 这就是法利赛人的背景 法利赛人和犹太人 就是汲取了这一个教训 就是他们的祖辈 只会献祭 完全不征守律法 所以后来 被掳的这个犹太人 兴起了的这个犹太教 法利赛人 第二圣殿时期 他们就接受了这个教训 他们那个教训太惨了 你知道吗 整个被毁灭 圣殿被毁灭 这个 他的人民造屠杀 他们被掳到外地 这个教训太惨了 到了这时候 他们记起了 这一个沙默尔的话 听命胜于仙基 迅从胜于公养的自由 耶和华 喜爱人 听从他的话 胜过跟他献祭 他们记取了这个教训 但是 可惜啊 真可惜 他们又走到 另一个极端里面去了 他们纠缠在这些 律法的规条细节 他们心中的 那个对神的爱却没有 对那个心中的爱却没有 他们又走到 律法主义的 这个陷阱里面去了 太可惜了 所以他们就拒绝了耶稣 他们按照这个 律法主义的规条 他们认为 耶稣是违法的 南西日还吃东西 还走路 还做事 医治病人 按照他们的律法 他们完全 连耶稣都通不过 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解 这个圣经里面 爱神是什么意思 耶稣说 你们心里没有爱 你们守了那么多规条 心中没有爱 充满着诡诈 如同讽识的坟墓 那么我们整结 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如果我们 不接受犹太人的教训 我们不要以为 外版人比犹太人聪明 千万不要这样的角色 外版人比犹太人聪明 犹太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他是以神为中心的 他在任何时候 他虽然犯罪 他还是以神为中心的 外版人不是以神为中心的 外版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所以外版人爱神 更不容易的 所以一定要从犹太人 学习他的教训 他的第一个教训 就是拜偶线嘛 你知道吗 他献祭献祭不就是拜偶线 把神当做偶线来拜 然后就悔若神 神就满足他一切的需要 这个就是外版人 常犯的错误 拜偶线的错误 很多人来到教会 就是想神给他 今生今世的祝福 哪里是真正的爱神呢 这就是犹太人的教训 不遵守神的话 那么呢 这个法利塞人的教训 就是这一个律法主义 外版人当然不喜欢 特别是基督教 新教不喜欢 这个罗马全主教 可能有一点 从犯这样的错误 但是基督教 犯这样的错误的人很少 比较少 但是又落到一个 废法主义的错误里面去了 就是 他从这个律法主义的一个极端 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 变成废法主义 把律法给取下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 神 这个人类的历史 都是一个失败的纪念 一个失败的纪念 所以神在这个末世 祂要来恢复 恢复 这个 要预备幸福 要来爱神 要我们幸福 我刚才讲到 幸福最重要的就是 要爱神 要爱心 要有活恶的爱 要有专义的爱 所以我们要来学习 爱的功课 对幸福的预备 最重要的就是 要来学习爱的功课 所以我们要 从圣经来学习 爱的功课 所以呢 他就特别地指出一个事实 在旷野的四十年 神很少向以色列人提到爱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学爱的功课 并不是天天爱爱爱爱 天天讲爱爱爱 就学好了 你看 这个神 对以色列人 四十年很少 找不到几个地方 讲到爱 为什么 因为学习爱的功课 并不是爱爱爱爱 就学到了 学爱的功课 还是不容易的 先要学到救卫神 先要学到神的圣洁 才可以真正地爱神 所以就他告诉我们 神他没有对这个 以色列人的这一代人 讲这个爱 讲很多的爱 他只等到什么呢 等到这个第二代人 起来了以后 他就开始讲爱 所以出埃及记里面 很少讲到这个爱 这个字 但是在生命记里面 哇 这个爱 神就不断地开始讲爱了 对新一代的 这个以色列人 神就把这个爱 向他们显明了 你看这个 讲爱还有时间 还有讲究的 什么时候讲 讲多少 都是有讲究的 基友他就解释了 为什么 这个神为什么不公平 对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那么苛刻 这个爱智人说不出口 对这个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就那么的 就是仁慈 不断地讲爱 讲爱 基友把这个奥秘 跟我们解开了 他说为什么 第一代人不能够 讲那么的爱呢 因为他们在埃及 做了奴隶 做了几百年 他做了几百年的奴隶 他已经充满着 你要是跟他讲爱 特别是讲结婚了 订婚 他完全地误解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对一个奴隶 他是不知道 什么叫做爱的 你知道吗 这个孤儿也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的人 我们不是奴隶 我们这里 基本上没有做奴隶的 这个以色列人 他确实一个民族 都是奴隶 他在埃及 做奴隶四百年 你知道吗 这个奴隶的心 他不能够直接领受爱 那么我们 是什么呢 我们是孤儿的心 孤儿的心也是 领受不了爱的 孤儿的心领受不了爱 你怎么知道 孤儿的心不能领受爱 你有什么圣经根据吗 两个儿子的比喻 两个儿子的比喻 你们应该看到 这两个儿子 他父亲那么有钱 而且那么地爱他们 两个儿子都不能够领受 父的爱 一个要出走 到外面去找爱 家里面的爱 多得不得了 一死一毫都感受不到 这留在家里的 也还是不能够理解 领受神的爱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观景 虽然我们不是奴隶 但是我们是孤儿 你明白吗 孤儿也是不能领受神的爱的 但是神感谢神 神祂要把我们的孤儿的心 要变成儿子的心 所以祂要让我们 从儿子的心 要转变成心腹的心 让我们能够来领受神的爱 所以我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在西来山 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 没有说是心腹 没有说是订婚 只是跟他们说立约 只是做了立约的仪式 给他们有这个律法 立约的规条都给他们了 但是没有说是婚姻 只过了几百年 上千年 千年过去了 才透过先知告诉他 这个是个婚姻约 为什么有这个时间差呢 我也理解了 因为当时在立约约的时候 他们是奴隶 他不拟 把他讲到那个婚姻 婚姻约他们理解不了 所以等到以后 才向他们的后代 展示这是一个婚姻约 所以这个婚姻约 就是说是一个奥秘 这个神跟人之间的婚约 是一个奥秘 是一个非常深的奥秘 这个奥秘隐藏在哪里呢 隐藏在创世纪第二章 神他造男人造女人 最后让他们成为夫妻 他这个奥秘 这个极大的奥秘 在以夫所书里面 才开始解释出来 所以在这个历史上面 把这个奥秘解释出来 是渐进的 直到现在 神才把这个奥秘 给完全地解开 在历史上面 只限少数的人 解开过 你要去读这个教会的历史 你看他有少数的人 个别的人 他们遭到这个奥秘 体会了这个奥秘 但是大部分人没有 所以只在在末世的时候 神才把这个奥秘 给我们把它解开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了 我们这个神 解释到的爱是渐进的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 它明确地讲到 神对人的爱 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生命纪 四章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 前面出埃及七二十章 是讲到人要爱神 守神的诫命 那么神 祂就会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清淡 但是神第一次说 神爱人 祂的这种无条件的爱 绝对的爱 是在生命纪 四章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 因他爱你的猎主 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 用大人亲自领你出了埃及 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 从你的面前赶去 领你进去 将他们的地赐里为业 像今日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神对人的爱 跟他所定义的人爱神 他是一样的 他是怎么一样的呢 就是爱神 要通过守神的诫命来体现 就是说爱神要体现在行动上 那么这个神对人的爱 也是体现在行动上 所以在这里 神就是有两个行动 是体现神的爱的 第一就是领他们 亲自领他们出埃及 这都是象征着救恩的 就是我们得到耶稣的救恩 就是新的出埃及 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 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 这一个就是体现神的爱的 神的救赎之爱 第二就是把他令到 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一个是他的救恩的入门 不是因为你爱神 你才可以得到救恩 才可以进到约里面 那是因为神爱你们 所以把你们带到 这个救恩的里面 让你们进到这个约里面 这个是神的爱 神的爱是绝对的 第二呢 神的爱是 他不是停留在这里 神的爱要把你们 领到应许之地 得地为业 这也是你们 靠自己的力量得不到的 这也是神的爱的一个体现 所以呢 就像神现在 神的约会 他带领我们 进到应许之地 得地为业 这就是神的爱 所以呢 神的爱 就是透过 这一个拯救的行动 体现出来的 一个是救恩的入门 一个呢 是救恩的目标 那我们实现 这个救恩的目标 这个都是神的爱 所以呢 到了生命纪的 这个六章五节 才第一次提出了 这个第一诫命 第一诫命 神明记六章五节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 爱耶和华里的神 这个第一诫命呢 你就看到 是在生命纪六章五节 第一次提出来的 这个第一诫命 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耶稣 他把第一诫命称作 是最大的诫命 我们看后面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他把这个第一诫命 和爱人如己 合起来 称为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整干 所以呢 就是我们要了解 这个第一诫命的重要 神呼召Mike Beagle 在二十年前 呼召Mike Beagle 他是什么呼召呢 就是要他 恢复第一诫命 Mike Beagle的呼召就是 要在全球的教会 恢复第一诫命 怎么样恢复第一诫命呢 神给Mike Beagle 两个感动 第一呢 把这个启示录 特别地解开 第二呢 就是把雅各书 给他解开 这是神给 这个Mike Beagle的托付 这两个 启示录和雅各 都是来帮助神的百姓 能够来恢复第一诫命 所以呢 我们要看到 这个心腹运动 末日的心腹运动 它也是要来恢复第一诫命的 心腹运动 它要吸收这些先锋们 所恢复的真理 启示录啊 这个雅各啊 第一诫命啊 都要吸收 但是神给这个心腹 要更多地开启 更多地开启 所以呢 神透过这个定魂典礼啊 这个心腹的信息啊 很多的方面 心腹的敬拜啊 心腹的舞蹈啊 等等 来恢复这个第一诫命 我们要知道的目标 就是恢复第一诫命 所以呢 神拆派 基尔 西尔伦来到我们的当中 就是来预备心腹 帮助心腹来 落实第一诫命 就是这个目的 所以呢 这个基尔他问了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这个 人如何能够遵守第一诫命 人怎么可以遵守第一诫命呢 他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爱能够被命令出来吗 爱能不能够被命令出来 所以呢 他根据一个经文 他的回答就是说 就是爱是不能够被命令出来的 他根据这个雅各苏的一个经文 这个雅各苏的这个经文 出现过很多次 这个是中间的一次 他里面讲到就是说 不要叫醒我亲爱的 等他自己情愿 就是说这个爱情不能够被命令 而是要 怎么呢 被唤醒 所以呢 这个基尔他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他里面没有爱 那么你怎么命令他 他也产生不出爱 就像这个井里面没有水 你怎么打怎么打 也打不出水来 或者就像一个鸡 它没有蛋 鸡里面没有那个蛋 你整是把他放在鸡窝里面 天天把他关在那里 不让他出来 他也生不出蛋了 不是 他肚子里没有蛋 就是这个 这个爱也是这样的 他里面没有爱 一点爱都没有 他从母腹里面就受伤害 他心里只有苦毒 没有爱 那么你可以说 命令 爱出来 他说会出来吗 出来不了 一点都出来不了 他说爱是不能够命令出来的 但是 爱却可以把它唤醒过来 爱可以被唤醒过来 那么爱怎么可以把它唤醒过来呢 这个就是基友来教导我们了 爱怎么可以唤醒过来 第一 人里面呢 他被造就是有爱的 神的形象里面 就有爱的潜能在里面 但是可惜呢 犯罪以后 这个爱的潜能 就是扭曲了 所以人 里面爱神的心呢 转变成为拜偶像 所以呢 你就看到人类普遍的现象 就是拜偶像 有形的偶像 无形的偶像 这就是人 这就是人 跟动物的差别 动物有很多地方像人 但是呢 动物不拜偶像 你有没有看到 哪个动物在拜偶像 没有 只有人在拜偶像 这就是人 他的这个爱神的潜力 并有趣的表现 那么怎么可以有爱呢 所以人要爱神 他必须先领受神的爱 那么第一步就是 领受神的救恩之爱 领受神的救恩之爱 耶稣 他为罪人死 这就是神对罪人的爱 神爱世人甚至见 他的独身只赐给他们 像一些信套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是神的救恩之爱 然后还要了解 得到了救恩之爱 还要领受神的 心难对心腹之爱 所以我们的心腹特会 的心腹的信息 都是要把这个 神对人的爱 给结束出来 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爱 这是第二步 这其实是第一步 但被创造 这是第一步 这个是也可以说 是对基督徒来说 这是第一步 领受神的救恩之爱 然后第二步 就是要来回应神的救恩之爱 你要怎么样 回应神的救恩之爱呢 你就是要来学习 顺服神的话 基督徒他得到了神的救恩以后 第二个环节 就是要来回应神的话 就是要守神的诫命 要遵守神的话 你要走这第二步 你不走这第二步 你不会再更多地来领受神的爱 这就是我刚才已经讲过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来学习 顺服神的话 当你在学习顺服神的话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心中爱神的心 会越来越涌流出来 这个爱就会慢慢地被激发出来 然后呢 这个里面讲到 基督徒给我们讲到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生命纪三十章六节 他讲到一个我们在学习爱神的功课上面 近身的秘诀 就是在三十章六节 耶和华里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遗心里的污秽除掉 好叫你尽心尽义 爱耶和华里的神 使你可以成活 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 活出第一诫命的秘诀 但是很可惜呢 这个经文翻得不是很准 他讲到这个把污秽除去 实际上原文里面就是受隔离 原文是受隔离 大家要明白 所以呢 这个翻译的人不知道受隔离是什么意思 他就把他改成被污秽 把污秽除去 实际上就把他的意思完全改了 完全改了 所以呢 他的原意是 耶和华必在你的心里和你后遗心里 你的心里行隔离 你这是落实第一诫命的秘诀 我们必须接受心灵的隔离 才可以真正落实第一诫命 所以我们的重生 我们领受神的爱 救恩的爱得到了重生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我们有顺服神的话 渐渐地爱神 这是第二个条件 但是还是不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那个罪性 我们的那个肉体 我们的那个老我 他拦阻了我们 我们的爱神不能够达到什么要求 因为天然人的性情是不能落实第一诫命的 我们要落实第一诫命 就要除掉天然人的性情 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 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 第一 它就是区分聪明的童女跟宇宙的童女的分水里 都成为童女了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本质的区别就在于 是否真实地落实第一诫命 那么怎么样落实第一诫命呢 就是要接受心灵的隔离 除掉那个天然人老要当的性情 就是要把老我要致死 这就是这个秘诀 这也是过去九个月 神的约会在教堂教会所带领的 就是这个功课 你看 整个九个月里回想起来 就是对准了这个老我 就是要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 就是要过约旦河 就是要受心灵的隔离 就是要学习正确与完全的顺服 所有这一切致死老我 都是神在教堂教会所做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得到了 这个圣经的根据 我们以前 我们在学习约书雅记 这个极脚受隔离 我们是从新约来看的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我们从新约来解释 这个约书雅记 他们在极脚上隔离 但是很多人心里面 并不是真正相信 所以呢 很多人不愿意跟随 他觉得你用新约 保罗讲的 这个受心灵的隔离 来解释 约书雅记隔了两千年 你这个有一点前相付费 所以他不反对 口里不反对 心里不接受 但是 这个生命记上面 如果减了心灵的隔离 那就不同了 因为生命记是摩西 神透过摩西提示出来的 是在约书雅之前 你知道吗 所以 这一个圣经的根据 就更加前了 所以只有 接受了心灵的隔离 才可以进到应许之地 才可以真正地落实 第一界命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明白 神在教恩教会所带领的 就是这个 接受这个心灵的隔离 就是要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 这是 做聪明的童女 还是愚座的童女的分水里 如果你不愿意经过这一关 那你就还是选择了 做愚座的童女 如果你说 我选择做聪明的童女 你必须过这一关 神不是 神是根据你的实际的回应 来决定你的 神是看你有没有愿意的心 凡是愿意来接受心灵的隔离 神他就会做工 他就会在我们身上做着能力 但是你如果拒绝 神不会勉强一个人 神不会勉强我们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神的忌妒 第二部分 这是第一篇的信息 这个基偶的信息的第一篇的信息 唤醒幸福的爱 要透过顺服 要透过顺服神的话 要透过心灵的隔离 把我们里面对神的爱 的这个唤醒起来 那么第二篇信息呢 就是他简直到的是神的忌妒 他简直到是神的忌妒 这个圣经里面 第一次简直到神的忌妒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 第一次我们要了解神的忌妒 按照那个原则 就是你要找到圣经里面 第一次他简神的忌妒 是在哪里 你就知道什么叫神的忌妒 所以不可跪拜那些县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里的神 是忌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其子 直到三世代 这个里面的这个忌邪 这个字在原文里面 就是忌妒 所以翻译的人呢 觉得这个神是忌妒 忌妒是个贬义词 所以呢他就把它翻成忌邪 但是他的原文 就是一个忌妒 所以呢 这个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从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什么东西会引起神的忌妒呢 就是拜偶像 如果神的儿女拜偶像 就会激起神的忌妒 这是他的定义 你拜偶像 都会引起神的忌妒 但是呢 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呢 这个拜偶像 不只是指拜看得见的偶像 当然我们当中 拜看得见的偶像的人不多 可能没有 但是 在新约圣经里面 拜看不见的偶像 也是拜偶像 因为圣经里面讲 贪心就是拜偶像 你拜看不见的偶像 也是拜偶像 但是拜偶像 是引起神的忌妒 而且神认为拜偶像的人 就是恨他 你看不见 恨我的 这个恨我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拜偶像的 就是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及子 直到三世代 所以拜偶像 是会激起神的愤怒的 神的嫉妒的 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 这跟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这个爱篇 是否矛盾呢 因为在爱篇那里讲 爱是不嫉妒 这里又讲 神是嫉妒的神 那不 岂不是矛盾吗 神怎么会嫉妒呢 神怎么会嫉妒 所以我们要 在这里要纠正我们的一个 这个非神信念 我们的非神信念就是说 嫉妒是个贬义词 嫉妒就是坏的 这个是一个非神信念 这不是圣经的视线 圣经里面 认为这个嫉妒也是一种情感 这种情感 有正常的 有不正常的 有正义的 有不正义的 有正当的 有不正当的 有合法的 有不合法的 有合情合理的 有不合情合理的 自分 它跟任何一个情感 是一样的 神创造这种情感 它是正常的 是正当的 是合法的 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如果人滥用这个情感 它也会变成不正常的 非法的 不合情合理的 那么我们必须要 找到定义 什么嫉妒 就是正常的 合法的 合情合理的 正义的 正当的 什么的嫉妒 就是不合法的 不正当的 不正义的 非法的 不合情合理的 那么在圣经里面 它有个定义 圣经里面有个定义 就是 如果你的配偶 它是完全属于你的 因为圣经里面定义婚姻 就是彼此相熟 完全是属于你的 成为一体 但是如果你的配偶 变形去跟别的人 异性 发生这种 不管是情感 还是行为上面的淫乱 那么引起的这个嫉妒 是属于正常的 合法的 合情合理的 大家接受不接受 如果你的配偶 他去找 背着你 或者是公开的 去找别的 异性 无论情感上 还是肉体上 你一点没感觉 你是正常的吗 你是不正常的 他产生 基督是正常的 这是神给他的人的情感 正常的情感 这个爱 得一个负面的表达 就是基督 你知道吗 是属于他的 配偶 居然去 跟别的异性 发生关系 这引起的嫉妒 这是正常的 所以神为什么说 拜偶线 引起他的嫉妒呢 因为神跟他的 子民的关系 就是一个婚姻的关系 你再去拜偶线 岂不就是 引起神的嫉妒吗 大家现在明白了吧 还有一层 可以是合法的 就是你的儿女 不认你是他的亲爹 或者是亲妈 是你的儿女 他不认你是你的亲爹亲妈 他还认宅着父 他认别人 是他的亲爹亲妈 你对这个儿子 产生的这个嫉妒 是正常的 合法的 你明白吗 所以呢 那么按照这个定义 我们就知道 神的嫉妒 整是合法 合情合理 正常 正当 正义的 但是 什么是不正常 不合法 不合情合理的 这个嫉妒呢 就是 别人 对别人 所拥有的东西 不属于你的 你想要得到 得不到 产生的那个嫉妒 就是不正常的 大家明白了吗 大家现在明白了吗 不是属于你的 你说 别人的这个太太 又年轻又漂亮 你就嫉妒 或者是别人 他在某方面 比你钱 有钱 买了大房子 你就嫉妒 你嫉妒会产生什么行为呢 就把一盆汽油 浇在这个对方的头上 然后就把它点燃 破它 会毁 你这个是什么行为呢 你这就是非法的行为 别人有一个才干 他读书都得很好 我们同班同学 他的成绩 整是比我好 你就什么 下毒 给他下毒 你看这个是报道出来的 是吧 这个都是报道出来的 这个是不正常的 你说这个太极端了吧 我告诉你 这个嫉妒之行 在教会里面 非常的普遍 引起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不能够跟人家配搭 彼此真敬 就是嫉妒 人与人之间 教会与教会之间 就是嫉妒 就是他有一方面 超过我了 不属于我的 我就嫉妒他 那么有各种方法 来做破坏 来搞破坏 这是不正常的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嫉妒 有正常和不正常之分 神的嫉妒 祂是正常的 所以 而且我们还要特别地 去认识神的嫉妒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 还讲到 这个楚埃及三十四章十四节 楚埃及三十四章十四节 他讲到 这个 不可敬拜别神 因为耶和华是寄邪的神 名为寄邪者 你就是他寄邪就是嫉妒 他这里面讲到 耶和华是嫉妒的神 就是嫉妒是神的性情 一种 而且他讲到 耶和华 他名为大写的嫉妒者 大写的嫉妒者 你要知道 神的本体就是嫉妒 你怎么理解 神的本体就是嫉妒 因为神的名就代表神的本体 那么你只要理解一点 就是说 神是爱 爱是神的本体 你接受吗 你得接受是吧 这个嫉妒跟爱 对神来说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你接受神是爱 神是真理 你也可以同样接受神是嫉妒 你要记得神的嫉妒 整是正当的 正常的 公义的 合理合法 所以你要记得这一点 神是嫉妒 祂是不会改变的 这一点 那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仅要领受神的爱 为什么要领受神的爱呢 因为我们只有领受了神的爱 我们才可以回应神的爱 我们回应神的爱越多 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爱越多 我们领受神的爱有多少 我们回应神的爱就有多少 所以领受神的爱非常重要 这是My Biko 他的这个信息讲出来的 爱火成然 他讲到 就是说 我们要先领受神的爱 我们领受神的爱 有多少 我们回应神的爱就会有多少 我们回应神的爱 不会超过我们领受神的爱 这是My Biko 他示范的信息 但是这个既有 他跟我们示范进一步的信息 就是我们还要认识神的嫉妒 我们不仅要领受神的爱 我们还要认识神的嫉妒 为什么要认识神的嫉妒呢 因为这个偶像是不容易除掉的 心中的偶像是不容易除掉的 你问一问自己 你心中的偶像是什么 就是那个取代神的 那个位置的东西 那个东西是不容易去掉的 如果神不在乎 那我就 那何必去掉呢 我爱神就好了呗 对不对 但是神是嫉妒 神非常在乎 如果你不认识神的嫉妒 你除不掉你心中的偶像 那个肉 那是你的肉 那是我肉啊 你怎么可以除掉你的偶像呢 你除非你认识到神的嫉妒 你才会愿意 除掉你心中的偶像 所以基尔他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说他说到 神的儿女将来在天堂里面 哀哭切齿的情况 他说什么事情 使得神的儿女 在天堂里面哀哭切齿呢 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 就是他发现 他一生的努力 流汗流血流泪 到天上基督的审判台前 在火的失恋面前 都是草莫和谐 经不起这个火的考验 全部化为乌有 这个时候他会哀哭切齿 第二件事情 可以使神的儿女 在天堂里面哀哭切齿 就是他到了天堂 他才认识到神的爱和嫉妒 他才发现 他在世的日子里面 都是引起神的嫉妒的 他做的事情 是引起神的嫉妒的 因为他心中有很多的偶像 没有除掉 他在那里 到了天堂 他才发现 他伤害神的心 到了何等的地步 所以他在那里哀哭切齿 所以基督 他是一个启示来的 一个开启来的 他说 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的基督徒的哭喊声 甚至超过来自地狱的哭喊声 这是一个启示来的 我盼望这个启示 能够唤醒我们 能够提醒我们 去掉 在今生今世 就来去掉心中的偶像 免得到了基督的审判台前 在那里哀哭切齿 在那里哀嚎 如果我们现今被唤醒 那么我们现今就来学习 其实神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 祂就会来帮我们拿走 其实只要我们愿意 所以我们如果得到了这个启示 我们今天来学这个功课 认识神的基督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最后 这一个基督的第三篇信息 就是讲到的以示体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是对教恩教会 特别特别重要的信息 他讲到了以示节的信息 他讲到这个以示节的三个阶段 非常有意思 跟Ziff的三个阶段正好对应 是对应的 但是是不同的层次 Ziff的三个阶段 是讲到新人的三个阶段 你成为一个新人 那么你会经过三个阶段 入门的阶段 任性基督 然后考验的阶段 得作基督 然后这个使命的阶段 跟随基督 但是基督他讲的三个层次 是心腹的三个层次 是对应的关系 但是更高一个层面 所以这是对教恩教会 特别的信息 第一是门收养的阶段 我们知道以示节是门收养的 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每一个新妇 都是被神收养的 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文 就过去了 目的感 他是父母没有 他是被他的叔叔收养 看笑面 请看笑面的经文 笑面的经文 这个我们就是教太书 这个四章五节 里面讲到 就是我们 就是耶稣生在律法之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作儿子的名分 这个儿子的名分 就是收养为神的儿子 儿子的名分 他的原文就是 收养为神的儿子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一个以父所书 一章四节 又因爱我们 就爱着 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这个儿子的名分 就是收养为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收养 被神收养的儿子 他为什么要强调 这个收养的儿子呢 因为这个收养的儿子 是有这个 继承产业的权利 一个收养的儿子 可以有继承产业的权利 你知道吗 所以他强调的 就是继承产业 第二个阶段 是被洁净的阶段 我们看以色帖书 二章十二节 这一个 洁净的阶段 这个以色帖 他被收养以后 他就被选进了王宫 这个王宫以后呢 他现在做了童女 他做了童女以后 他就有一个洁净的阶段 他这个洁净的时间呢 是十二个月 这是个完整数 十二是个完整数 然后呢 六个月用墨药油 六个月呢 用香料和洁净之物 他满了日期 他就可以去建王了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预备期 就是这个洁净的阶段 所以呢 我们需要这个墨药油 用墨药油 每天用墨药油洁净 六个月以后呢 我们还要用这个香料 跟其他洁净之物 来洁净来使用 来洁净自己 那么这个就是预表什么呢 这很有意思的 墨药 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 预表什么吗 你知道知道 三个东方的博士 他送给耶稣三个礼物 中间是什么 墨药 黄金 乳香 这一个墨药是代表什么 预表什么 预表高摩耶稣的死 我们这里的心腹的墨药 不是说你个个都是心腹 都是殉道者 他这里讲的墨药 是什么意思 老我死 那老我死 定死老我 就是这个墨药油 你要用墨药油 就是要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 就是要接受心灵的隔离 离不了这一点 那么呢 第二个部分呢 这个就是说 这个是神要预备我们 要洁净我们 就是说 我们教会也是要被洁净的 才能够建王 献给自己 这个荣耀的教会 它必须要洁净 要成为圣经没有瑕疵 那么怎么洁净呢 第一要用墨药油 那墨药油是什么意思呢 墨药油 就是神 每一天在你身边 兴起的人事物 让你觉得被冒犯 让你觉得被伤害 让你觉得非常的难受 这就是墨药油 但是这个墨药油 是不是成为墨药油 这是有不同的 有讲究的 你要让你神 每一天在你周围兴起的环境 让你不舒服的环境 成为墨药油 它是需要有条件的 它需要什么条件呢 它需要第一 你有一个眼光 你认出这一个人事物 是来自神的 你不是马上并覆 No 不是 拒绝 或者是苦毒抱怨 为什么你要跟我作对 为什么你伤害我 不是 你要有个属灵的眼光 这个是神醒起来的 墨药油 如果你没有这个眼光 他不会成为墨药油 你明白吗 所以墨药油 是一定要有个眼光 你认出这是神给你的墨药油 来致死你的老我的 然后第二 你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回应 就是什么 甘心乐意的 默默无言的 像高阳在睫毛人手下无声 来领受 接受 接受这个墨药油 你就会洁净 否则 是什么情况呢 脑子越来越大 身体越来越臭 根本就没有被洁净 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 必须要用墨药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鲜料呢 鲜料就是祷告 鲜料就是亲近神 鲜料就是享受神 就是住在神的里面 常常在神的面前 跟神交流 这是鲜料 但是你看到没有 鲜料要跟墨药油平衡 所以呢 有的人只要鲜料 不要墨药油 可以吗 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他满身的臭气 污垢 然后把那个鲜料浇在上面 为什么 你知道满身的臭味 在把鲜料浇在上面 你投鲜料的时候 要不要先洗澡啊 你满身的汗臭 把那个鲜料浇进去 是什么气味道啊 鲜料就变质了 你明白了没有 所以 满墨药油跟鲜料 不能够缺少一个 先要用墨药油 才用鲜料 不是说只用墨药油 还要用鲜料的 你知道吗 你把澡洗干净了 还加上一点鲜料 很香 对不对 先用墨药油 再用香料 还要用这么节省之物 节省之物 就是你参加各样的教会的活动 聚会 服侍神 小组 内在生活小组 服侍神 传福音 这些都是节省之物 但是你要注意你的动机 你要注意你的态度 你的动机和态度是对的 这些活动都是 结神之物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 这个捷径的过程 最后呢 就是成为王后 迎见王 迎见王的阶段 这里面迎见王的阶段 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不仅是得到了王的宠爱 而且他肩负着一个使命 他肩负着这个使命 他要去见王 他见王干什么呢 不是去享受神 得到神的宠爱 他要去见王 是去冒死 来拯救他的百姓 来除掉他的那个敌人 这个是他去见王的使命 你知道吗 他竭尽的阶段 他是要去享受神的 鲜料 但是他的使命 不是去享受神 他是去冒死 要去见王 完成一个使命 所以我们看 这个以色帖四章十四节 我看下面 以色帖四章十四节 这个莫迪改 托人告诉这个以色帖 他说你要去见王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 犹太人必从别居住 得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父教必至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献金的机会吗 这句话是对教案教会说的 因为教案教会 已经被选招成为了王后 因为我们的新郎 是万王之王 所以我们就是王后 对不对 但是我们成为王后 是为了献金的机会 献金什么机会呢 就是要做祭司 要去见王 要来完成王的使命 但是这个里面是有 完成这样的使命是要冒险的 请看下面 下面 以色帖书四章十一节 王的一切成谱和各省的人民 都知道一个定律 若不蒙招 散入内院见王的 无论男女 必备致死 除非王向他 伸出金战 不得成活 现在我没有蒙招 进去见王 已经三十日了 就是说 这一个 他要去见王 是要冒很大的风险 就像当年的大祭司 他要进到至圣所 一年一次大祭司 一年一次进到这个至圣所 那是要冒险的 他为什么要冒险呢 因为他有可能被击杀了 被击杀 他是要 所以大祭司进到至圣所 战战兢兢地进去 这个以色帖去见王 也是有这样的危险 因为他有三十天 没有进去了 他如果为力去进王 他要被致死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战 那么呢 我们看以色帖的态度 四章十五节十六节 以色帖就丰富人回报 莫迪改说 你当去召聚 枢双城所有的犹太人 为我禁食三昼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公寓 也要这样禁食 然后我为力进去见王 我要死就死吧 我若死就死吧 这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以色帖他的态度 这个以色帖 他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一 他禁食祷告 他要别人跟他禁食 他自己也禁食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代表一个认真 不把他就是说 这个是小菜一贴 轻描探写 不是 他非常认真 经过祷告 他去见王之前 一定要经过祷告 第二 他有这个勇气 我若死就死吧 他有死的勇气 这两点 我们需要有这两点 才可以成为祭司 才能够成为心腹的祭司 因为我们要去 进到至圣所 神圣议会里面去 向王 惩上咒祷 这件事情是不简单的 第一 人非圣洁 不能够见神的面 如果我们带着我们的老我 去见神 就有可能被击杀了 所以我们要 把我们的老我给致死 这是必死的决心 但是这个死 是指的致死老五 我们要有致死老五的决心 我们不要对这个神圣议会 充满着一种非神信念 认为就是去弄着王的 就是抓住一个好机会 来满足我自己 达到我的要求 看到很多的应验 不是的 他是要有这个致死老五的决心 你才可以圣洁去见神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说你要咒祷 要合乎神的旨意咒祷 你知道吗 你到那里咒祷 是影响整个世界的格局 你知道 所以你必须按神的心意 成算咒祷 绝不能够把你自己的想法带进去 否则就影响整个世界的结局 大家明白了吗 这一次的祭祀特会上面 有一个台湾的姐妹 她做见证 她在美国选举的时候 她是代导者 她要到神圣议会去走岛 她心目当中 所想到的选举的人是谁 她要走岛 班卡森 大家认识班卡森吗 班卡森不认识 她是一个黑人 是一个外科手术医生 她写这本书神的形象 她还有电影 非常敬虔的 她敬虔美国诊筒 所以她在基督教的口碑非常好 所以这个姐妹就要写 班卡森 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神的心意是川普 他却要写 班卡森 那你要有这个想法 那是你的想法 这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被拣选 经到神圣意外 心上皱倒就有问题了 你知道吗 就干扰神的计划 你知道吗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心意要更新了 才能够明白 何为神善良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啊 不要以为自己想的就是对的 自己想的就是好的 No 你必须要心意更新的变化 你才可以知道 何为神善良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你要不断地经历 这个心意的更新 我们才能够做好 这个新约的祭祀 所以以诗帖 是教恩教会的预表 神多么地爱我们 他寄给我们 非拉铁非的教会 这个预表 这是从教会群体来说的 他也给我们以诗帖的预表 这是从个人来说的 那么这两个预表 要说明一个什么信息呢 他呼召教恩教会 成为心腹祭祀 要站到心腹祭祀的行列里面来 我们有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呢 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呼召呢 让我们来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你借着这一次特会 主啊 来对我们说话 来预备我们 主啊 来装备我们 成为和神心意的心腹 成为心腹的祭司 主啊 你要让我们有 开通我们的耳朵 开通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 明白你的心意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教恩教会的家人 心腹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我们要像以诗帖一样 我们要经过这一个捷径的阶段 我们要预备自己去见王 我们要有这一个至死老五的决心 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意 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活在神的心意当中 愿主来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